欢迎电台的听众好朋友 还有我们古海大丈夫 YouTube频道的影音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这段时间比较没有跟各位带到的一个族群 那就是CIS CIS就是镜头的这个部分 镜头模组 镜头的这一个感测 影像感测元件 影像感测晶片这一块的产业 我跟各位来做一下分析跟介绍 那当然这段时间比较没讲它 我也要来讲它的时候 我想你是不是耳朵跟你的眼睛就要睁亮起来 会不会这就是未来一个有机会来爆发的一个族群 那最主要是这两天有消息指出说 三星开第一枪要涨价了 那我们台厂有几个供应链 比如说有青亚 同心电 金像光 原相 那同心电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 我们之前国际集团的 之前也算是我们成概股 我们之前也都是有带各位做这一档股票 这个获利百分百 就是每次做每次都赚 那投心电是在这个影像感测的封装 当初是从这个盛开变盛利 盛利在被通心电给病 那金像光原相是做这个影像感测原件的 ok好 那台厂的相关观念有哪一些 我们待会跟各位来做一下介绍 先讲一下产业 三星打算明年第一季要再调涨 这个CIS的这个价格 那秦亚有对这个事情表出看法 我们把秦亚的看法来怎么讲 那秦亚他就属于IC通路商 那他们财务长呢 陈宏毅在25号的法说会 他有说 三星先前公告调涨 价格差不多15到20% 但是因为客户会有涨价的预期心理 所以会提前拉货 那既然提前拉货 就会带动怎么样 下半年拉货力道的复苏 那目前呢 原厂看怎么样 明年第一季可能会持续涨价 加上推广 加上推广的产品 已经往怎么样 5000万话数前进 所以对于明年营运 有机会优于今年 那秦亚他是IC通路商嘛 他主要就来源是 景象感测原件 比重占40% 那之前主要是琢磨在哪 800 1200跟1600话数的产品 那因为现在 客户的需求跟的策略 也开始转变 所以他今年开始提升到 5000万以上的 中高阶产品的比重 那5000万当然 但价格高利润也比较好 所以对于他的这个获利 有优化的机会 那另外呢 从这一个拉货动人来看 这个他们说 已经慢慢感受到 客户需求慢慢回温 那明年会比今年好 我想其实明年会比今年好 很多产业都是这样的 可能连传产也是明年 都会比今年好 因为像我高中同学 这个我们建中的同学 有一个自己跑去做房子 那他自己在去创业做这个房子的生意 然后他都接那个国外的这个国外科的单 然后再把这个单再转下给他的这个制造商 那从中间赚一些设计费啊等等的这个转包的利润 他就说其实纺织感觉上好像勤温度也高了 有闻到那个景气复苏的味道 OK好 只是做景气复苏回来的时候 你觉得做我们台湾的科技股比较赚 还是做纺织做钢铁比较赚 你自己 你自己去做判定 那以我来讲 我当然觉得台湾的主行股在科技里面 当然还是做科技会比较赚 OK好来 好那刚讲说这个琴雅呢 他在目前侧用的CIS 他已经送样给客户端了 那针对这个AI伺服器跟PC的高速传输记忆体 还有三星晶圆代工市场的开拓 会是他公司接下来两到三年过张的主要方向 好这最主要是针对这个琴雅 是属于这个影像感测元件的这个通路的部分 他对这个明年展望的这个看法 好 那再来呢 关于三星涨价这件事情 这个明年呢 第一季他会大幅调升 产品报价25到30% 所以以这样的看法当中呢 台场里面有谁 金像光元像 通路商琴雅吧 会有涨价潮 那我们讲说 你像感测有哪些地方吗 手机里面有镜头对不对 汽车现在上面用的镜头 也要越多颗了 那除了他要这个有这个感光 这个元件的接收影像讯号 还要有一个影像的讯号处理器 那他要去做怎么样 把光转电的讯号转换到手机或相机中 那最后才会怎么样 成像显现在终端装置 所以不管手机跟 自驾车上面镜头都少不了 这个影像感测 OK好 所以 我们看一下 现在全球的两大厂 第一大是Sony 第二大是这个Samsung OK 那台厂相关供电 有金像光 元像 至上 琴雅 冯心电 精彩 精彩也有在这一块 做这个 晶圆级封装 然后再来是金元电 OK 好 那我现在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几档 给你来超级比一比一下 以这个琴雅 同心电 金像光元像来讲 以这个 元像 他目前的YOY是成长的 7.3% 那第三季毛利呢 以元像最高 59.3 盈益率呢 元像14.9 获利率呢 18.8 好 那第三季的EPS 原像是2块 同心电是1.34 金像光0.1 秦雅是负的 那累计前三季呢 原像是3.64 再来是同心电 然后 秦雅是负3块 金像光是负2.5块 那预估第四季 我们现在估在第四季的EPS 原像大概2.3 同心大概是1.57 金像光0.2 秦雅还是负0.5 好 那股价呢 各位参考一下 那我有跟各位大家大概算一下本益比 原像是2.6 同心电是33 那从股本来看的话 其实金像光的股本最小 原像的股本 跟秦雅比较大 那最大的是同心电 所以同心电 股本21 你发现同心电也是外资要大敲大敲 它才会涨 那这一波的同心电其实 先前就有先随着这个国际集团的这个年底做账 就先拉到170 现在正好做拉回 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如果CIS有机会上来的话 同心电是做封测的 那我说金像光跟原像是属于感测器的部分 现在还是通路 那刚刚讲到还有金材跟这个金元电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想这今天是我们的 的这一个 聊产业 希望这一集 也会对大家有帮助 我想过去这些 介绍过的股票一打打标出来 至于CIS的部分 我相信未来 它应该也会随着涨价题材 各股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那如果对我们的IC设计赚班有兴趣的 或者我们其他的这个全联打班 都持续在开放招生的话 你趁着这个年底 我有这个 这几天天气蛮冷的吧 那很多分析师都在打折促销 我从来不打折促销的 因为股票准 我会让你赚钱的话 我是不需要打折促销的 就跟你去买保时捷 买法拉利 或者像买马萨阿地马丁 就像我 我手上一台马丁 一台保时捷 还有一台马萨阿地 我当初去买这三台车的时候 车厂都没有再给你打折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车是 大家抢都来不及的 我有空车在那边卖不出去 然后给你打折的 但是 我没有打折 但是如果你是 我喜欢雪中送炭 所以如果你是退休族群 你是 这个单亲家庭 或者你是在 做小生意摆摊的 夜市摆摊的 菜市场摆摊的 这种的 或者退休族 或者是你 今年你跟我讲 你在军工受伤 节目乱看 你在这一个 观光股受伤的 你在AI受伤的人 那你只要可以提出证明 你是我刚讲的 这几大族群的话 那我就会给你优惠 好不好 所以我的优惠不是因为 我受不到学生 我的优惠是因为 我想要帮助你 辛苦的家庭 辛苦的人 或者是你在股票里面 跟错了受伤的 这些族群 好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年底已经快 今年快过了 各位不要再纠结 今年的操作了 好好跟着我们 展望明年 明年整个 景气复苏 很多个股的股价 会见会不会越震越高 好吗 那你要跟我们好好来包 握这一波 从景气复苏 然后要开始降息 迎来这两三年的一个大多 不要再错过了 好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 关于这个 这个例子呢 我们从它的产品营收占比来看 电脑部分占53% 通讯相关占22% 然后电池相关的是11% 工业领域9% 消费电子5% 那你会想说 它消费电子很低 那去年不是年头电脑扭 就是因为消费电子的库存很高 可即时如时 不管电脑通讯还是一样 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重灾区 可能你在伺服器那一块 可能稍微好一点 那例子其实你说电脑相关就是什么 我们讲说PC嘛 NB也是嘛 然后再怎么样 伺服器工业电脑 也在算这一块 那再来看智芯 那智芯的部分其实面板比较重 面板36% 在面板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NB跟PC多少 31% 其实也蛮重 对3分之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讲第四季 NB PC也不错的话 其实智芯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是的 然后马达驱动IC有5% 那各位马达驱动IC 我们上礼拜五在跟你讲 普城的时候 普城它是不是也有马达驱动IC 对 没错 那再来通路上其他10% 那我们现在从基本面来看 以毛利来讲的话 毛利率在第三季 其实智芯的毛利不错 都有4.1 利智比较差 只有2.6 为什么 因为利智还在打库存 因为前两年 因为这个华硕 因为笔店卖到翻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利智的母公司是华硕 所以可能帮华硕备了很多怎么样 库存 在NB PC这部分的库存 到现在还都还在销 懂 那他们利智在上半年的法说 他也讲到说 其实下半年还在持续怎么样 销库存 对 所以利智的整个底部要过 库存要先销化完 懂 OK 所以盈利利的部分 你看到智芯很漂亮 对 它是正21% 对 那你看智芯其实这一档它是 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在封ETF吗 对 有一档不是给人家搞个月配息 所以基金规模很快就四五百亿 有没有 00929 对 富华的高科技ETF 智芯就是这一档 其中 ETF里面的成分股 果然喔 果然 它的股价 股息不差 就是说它的EPS 我们来看起来的话 它的第三季EPS有六块耶 然后怎么样 上半年有七块 今年累计有13耶 那你对比 系列跟利智来讲的话 系列股价现在三百多 对 利智也都两百六 是 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 智芯的股价 相对是跟它的获利来讲的话 比较甜 对 对不对 对 好 那利智的今年累计才雾0.52 有够惨的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还在销库存嘛 是 而且这档利智 各位记不记得 它在去年的1月上市 去年的 去年初上市 千元 当时上市的时候 冻结台股资金3000亿 所以你就知道这档利智 代表上面有很多的爱恨情仇 那从股本来看 商场股本都差不多 因为利智是8.1 然后智芯呢 8.62 就前三季的获利来看 是智芯最漂亮 是 好 来智芯 我们说 嗯 这一个下半年喔 还是有机会又有一三半年 当然是看中端市场 对 那中端市场看什么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的 对不对 NB嘛 对 PC 对不对 好 那PCC NBB其实 大陆又有复苏了 好 那这个第四季是旺季 对 所以至今的第四季 我认为应该还是会不错 好 那这个在法说呢 他们董事长 吴董他有说 整个油感的需求付出 还要时间 但是呢 车用公控 这个产品还是会做 业绩贡献比较慢 亲爱的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车用公控就是一支 我们怎么样 对 掌握的 掌握我们不断锁定的标的嘛 所以你看车用公控 你看公控我们就带你做怎么样 这一个卫强店 有 还有小金机 对啊 还有这个公控小金机 对 你都知道是那个金拓科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些公司的股票 哇 超稳的 对啊 而且有一档 华汉也是 是 那工业电脑的代表 有没有 盐华也是啊 他们都很稳健 对 你看大盘大跌 其实你发现这几支股票都不太跌了 是 没错 懂吗 所以这是净可供退口手的策略 好吗 从产业最悬股 好那再来呢 我们回头看治卡 那以库存天数来讲 第二季是167 有没有 刚系列第二季还200多天 对 234 它到第三季才掉到100多 186 对不对 好 那 那个至今的这个库存天数 其实就已经在往下降了 那到第三季当然还在 还就会在往下降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库存比谁 比细利 比励志 还要来的少 有没有 好那前三季13.96 那第四季我们刚刚讲 就吴董来讲是产业进入怎么样 淡季 所以它估第十月的营收6.7 确实有明显下滑 我想这个智新的部分 智新的部分 好那回过头 我要来跟各位讲这一个 历志的 这一个就非常精彩 精彩的故事 下半段要跟大家 好好的做分享 我们先把数字看完 接下来再讲它的爱恨情仇 可以吗 好我们把数字一并 跟大家先分析了 好来看看历志 来历志的部分 第三季 其实你看它第三季的季报 怎么样 优于一起 你不要看它很烂 就0.2 0.3 有没有 很烂 但是 它却是优于 靠怎么样 历史收入 业外收入 汇堆收益 OK 好 第三季它有提列怎么样 库存的叠价损失 因为当初缺货缺料 有没有 那缺货缺料 他们就要跟IC厂 下 有没有 下 可是现在有没有 当初的什么驱动IC 各种IC都在涨价 可是现在景气过了 对不对 东西卖不出去了 然后呢 东西的报价也跌下来了 所以它要提列 叠价损失 我认为立志跟系列 它之所以 EPS会这么差 就是因为它要去提列 叠价损失 叠价损失 好 那明年呢 明年还持续看网通 手机 公控 这一块 是 OK 好 然后呢 去年的EPS是估多少 1.03 那明年的是多少 6块 哇 大爆充耶 对 预估这个成长是480% OK 好 那讲到这里 答案大概就出来了 我就不讲了 好 这样很明白 从数字 数字会说话 好 不用我们就说 接下来2024年呢 那2024年会从今年的1块到6块的原因在哪边 好 第一点 这个上半年 消费电子通讯公控会主体向上 是 第二个 就是我们上礼拜 我跟讲 季星格来 开始要推什么 AIPC 所以NB跟AI伺服器会带动电源管理IC的产值会翻倍 懂 有没有 好 再来就是 这个明年的灰达的这个 推出Blackwell 全新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要采用什么 又是RTX RTX50系列的GPU 好 像我这个笔电也是RTX嘛 对 现在都是RTX 对 我这是RT什么 这是RTX啊 对 我这也是RTX系列嘛 4090X 对不对 我这也是RTX系列嘛 对 上次我们有看到的 对 好 再来 然后呢 规格升级带动 带动什么 VCore 跟SPS 那这SPS就是他们的所谓的Smart 就是这个功率模组啦 他们的功率模组 Smart Power的应该讲System嘛 对不对 OK SPS 对 好 那其实各位你都知道嘛 你妈讲灰达的概念股 其实荔枝就是了 对 没错 对 荔枝就是 其实去年我就有告诉你了 荔枝是灰达的供应链 特别在它的RTX 有没有 是 没错 Ada Roflange 对不对 RTX4090 对 4070 对 好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 好 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第一项有库存叠价损失 对 对不对 可是未来呢 库存如果卖出去了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有库存损失的回充 有没有 所以 现在亏的 可能会变成明年赚的 对 就是之前不好的打掉的 明年就会重新建立起来 对 好 再来怎么样 上游晶圆代工 怎么样 降价了 降价浪力了 OK 那所以它的获利就会提高了 对 好 好 我下面可以 特别给你注明什么叫Vcode 有没有 Vcode转案去就是CPU GPU的内核 为内核 有没有 提供电源 那Vcode这个东西只有利质 利质呢 我觉得它之所以去年会到千元 是 是因为它选了福邦证券来福导上市 为什么 各位如果你知道福邦证券 辅导公司都蛮喷的啦 所以下次遇到这一个 看到有福邦证券 比如说圆区 各位你要是有公司IPO 可以去找找福邦证 他们特别经验 福邦证董事长当年是从怎么样 台湾证交所退下来的 人卖 金卖 都有 资源 经历都有 OK 好 那其实正好遇到前两年因为疫情爆发 整个东西缺货缺料 造成IC价格大涨 没错 NB 笔电 需求 有没有 才让利智突然怎么样 爆充上去 利智的获利突然爆充上去 对 但是利智能够熬到去年 风风光光千元上市 我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 我认为这家 利智这家公司不会不见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告诉你 因为它有富爸爸 华硕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各位去年到今年够惨了吧 惨 去年大空同年 你没有发现利智在手200吗 诶 是耶 你懂意思吗 是耶 你最差就200 最差也不过就是大概200 200 他就下不去了 对 那你当年如果你有勇气 花100万去买一张利智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花20万 那你现在在200块 你为什么不再花个100万去买5张呢 你的成本是200万嘛 200万你有6张 200万你有6张嘛 对 那200万你给他除一下 一张多少 35万左右 一张多少 35左右 260 35的话是7 再210 对不对 大概就是300 3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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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300多各位去年 力智的高点到多少 370 今年啊 今年啊 今年力智高点到370 对不对 好 那他今天还没到1000 可是 可是到了300以上 其实你都赢路需要解套了 哦 对不对 比如说我都到300 我们先不要管那1000张的嘛 好 1000块的那一张 那一张先不管 你今天如果说你300 嗯 今天1000块到300 你是一张套70万 对 可是今天200块 如果你去买5张的时候 如果到300 你200到300 你赚多少钱 100 100嘛 你这5张你是赚50万的嘛 对 对 对 你刚刚是套70 那你在没有等到他来到1000之前 如果有 如果这一两年都有机会 200 300 各给你来个两趟 三趟的话 其实已经解套了 那你光这 你光这每一趟赚50万 你做个三五趟 你不赚了100 150万 200万了嘛 好 对不对 那你还需要去纠结你当年 1000块那一张 1000块那一张 1000块那一张嘛 好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逐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